如果说夺宝幸运心是魔改西游记的卧龙 那Q版三国绝对堪称是凤楚 光听到这个主题曲就感觉 这个三国不太正经的样子啊有没有 不过事实也的确如此 刘备挣白菜 关羽卖牛杂 张飞卖猪肉 猪狗量靠大米 这些相当炸裂的设定 就是出自这部03年的动画作品 由广东广州统一影视自助 又又又又是广东的大佬 咱出自广东的动画多就不说了 主要是这种无厘头搞笑风格的动画 还真就得是广东的动画公司 只能说新野的影响力太大了 动画剧情虽然还是按照历史走上来的 可改编到底能有多离谱呢 就拿现在任何影视作品中 都威猛言说的关傲言来说吧 大家好我是关羽 不过通常人们都叫我关公的 这个威猛的名字是我妈妈给我改的 我妈妈说呢因为我是儿子 所以叫我关公 那是女儿呢 这叫关母 而且居然还是个笼子 而我们的硫磺叔 则是个高度尽失的瞎子 当然这都不是重点 主要是这小子 可谓是昆卫满满 无论是见到张飞之后的上手席兄 还是见到关羽之后的摸脸 刘备这么烧是我没想到的兄弟们 这不铁男童吗 还有美男子的代表人物赵云 在这里直接变成了小呆呆 留着一个大鼻涕泡 甚至还能一鼻涕甩飞千军万马 胡桃你礼貌吗 还有最搞笑的 马超居然真的是一匹马 而真正的马赤兔马 则变成了一只好色的兔子 在这部动画里 你就别想找到一点正经的地方 主打就是一个逆贴 不只是人物设定离谱 改编的剧情也是小刀骨屁股 给我开了眼 赤壁之战够出名吧 在这里变成了打赤膊比赛爬墙壁 草团借鉴够景点了吧 在这里变成了孔平先生 直接坐船去偷借 目的则是给那群坤老串烧烤吃 可我本来以为这些已经够离谱的时候 听说这个动画还有个粤语本 其中的谐音梗更是逆天到爆炸 甚至放到现在根本过不了审核的地步 可是阿信粤语太烂了 不知道有没有广东的朋友有看过的 可虽然动画剧情改编的非常炸裂 但却把三国的那些著名历史事件 基本都复刻了出来 虽然形式非常沙雕 但是却能让我们了解到三国的局势 又不会见到血腥 还能笑到肚子疼 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动画呀 只能佩服以前编剧天马行空的脑子了 广东动画